大舟看电影 他是世界上被翻拍电影最多的人 他的故事是经典 经典永不过时 他就是黄飞鸿 在地面洒满豆油 且机关重重的三校楼 黄飞鸿力敌众匪徒 与十三姨的恋情 以情奔放 创意无限 两个人浓情异艰 发乎情 只乎理 与鬼角鸡之间的情意与信任 可以互托生死 阻止洋人行刺阴谋 弘扬政绩 本期分享 由徐克指导 李连洁 关芝林 莫绍聪 刘荀 熊欣欣等人主演的 武侠动作经验 黄飞鸿之三 狮王争霸 分享多多 记得转发和给关注哦 故事发生在晚清末年 大清帝国政权摇摇欲坠 面对外敌来袭 老佛爷慈禧太后 鼓励民间 习武抗敌 中唐大人李鸿章 为了逢迎慈禧太后 于是举办了一年一届的 狮王争霸大赛 狮王争霸 其实就是各门各派 五起狮子头 以武力争夺的锦标赛 消息已传出 各大门派纷纷摩拳擦掌 蠢蠢欲动 一时之间京城门派冲突四起 此时 黄飞鸿带着十三姨和徒弟梁宽 从广州来到京城的广东会馆 找他的daddy黄其英 黄其英在广东会馆开了一家药厂 刚下火车 就遇到了十三姨 在英国留学的同学杜文奇 双方不仅就此客套一番 这个杜文奇是俄罗斯人 名义上是领事馆一名翻译 而实则上是个间谍 刚一见面 杜文奇就向十三姨表达了 对他的爱慕之情 这让黄飞鸿非常的不爽 而另一边 大平号油厂掌柜赵天霸 带领一帮人来到广东会馆 赵天霸明确指出 这次狮王争霸大赛 他成包了 别的门派和武馆不得插手参与 这么飞扬跋扈 舍我其谁的态度 显然不能服众 双方一言不合 动起手来 广东石虎之一的黄其英 挺身而出 怎奈赵天霸手下 有个叫鬼角七的脚夫 腿功甚是厉害 不但打伤了黄其英 还当众砸烂了不少的石头 这下个人 我是西安门大街 车扶头 鬼小七 请指教 黄师傅 我帮你 撤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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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阻的尸头 太阻的尸头 好厉害的脚 等黄飞红十三姨众人来到会馆时 黄其英被十三姨这个干妹妹 洋妞地打扮 逗乐 第二天 黄飞红跟十三姨来到daddy的药厂参观 正好赶上三个武馆的弟子 在大街上争斗 黄飞红不但化解了三方的矛盾 并且还了解到 所有争斗的根源都指向了十王争霸大会 所以他决定亲自向中堂李鸿章建书 恳请取消十王争霸 可是高高在上的李鸿章 怎么可能听信一个武夫之言 所以并未加以理会 黄飞红和十三姨从紫禁城出来 分别坐上两辆人力车 哪知这些车夫都是赵天霸派来的人 情急之下 黄飞红跳车去救十三姨 却被鬼角七拦出去了 两个人首次见面就打在了一起 而另一边恰逢杜文奇坐马车出来办事 也算阴差阳错救下了十三姨 至此黄飞红和赵天霸彻底结下了梁子 接下来在四大商炮举办的五十大会中 赵天霸的十队仗了人多 抢回了青而获得了第一 但鬼角七的腿因为被马圈坍塌的木板砸到受伤 而变成了瘸子 看到鬼角七变成了废人之后 赵天霸毫无怜悯地将他残忍抛弃 受尽屈辱的鬼角七拖着断腿 在大雨之夜流落街头 幸被黄飞红所救 心中无限酸楚的鬼角七在雨中痛哭之后 幡然悔悟 挥顺了黄飞红 而赵天霸在得知鬼角七被黄飞红所救之后 代理的手下气势凶凶地前来药厂药人 黄飞红表示 治好鬼角七的腿伤之后 去留随意 赵天霸登时已改来时的蛮横 态度公签地要请黄飞红父子明日在三孝楼喝酒赔礼 明知对方摆的是红门宴 但豪气万丈的黄飞红直接拍板答应 引来父亲黄其英投来一缕赞赏的目光 第二天 黄飞红独自一人提前来到三孝楼 赵天霸见黄飞红上了三孝楼面露喜色 他端起酒中先敬了黄飞红一杯 但黄飞红没喝 却故意将酒撒向赵天霸一个手下 瞬间这个手下捂着双眼 还毫不已 见事情败露 赵天霸索性撕破脸 他命手下关起门窗 要将飞红置于死地 我看你怎么是无鹰角 去死吧 被大姐八块不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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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关头父亲黄岐英带领众人赶到 赵天霸纵身上头 讨纸摇摇 眼看狮王争霸大会即将召开 十三姨无意中从狮王大会那天取回的录影机中 发现了惊天秘密 原来俄国领事馆密谋在狮王争霸当天 天青花炮异响之时刺杀李红章 黄飞红决定挺身而出阻止这场阴谋 终于狮王争霸大会正式开始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师队为抢投青 互相开始了残杀模式 煞时间喊杀声震震 众人死伤无数 准够零下 上师妹 走 俄国使馆杜文奇发现了正在高台上拍摄的十三姨 卫防行刺败露 他独自一人出来想杀掉十三姨再销毁相机 不料枪手第一枪没有打中目标 见刺杀没成功 杜文奇回身来到高台 端起枪再次瞄准了李红章 随着光影的变化 被卫兵发现用枪瞄准了杜文奇 见事情彻底败露 俄国领事馆的枪手开枪将杜文奇一枪打死 而对此解释为杜文奇是领事馆的日本间谍 一句话就完事了 由此可见杨人在当时的清朝真的是杨大人 当然现在好像也 那个 而赵天霸也被黄飞红彻彻底底教训了一番 被手下抬着回了大平号 如果说徐克对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 曾经做出过某些历史性的贡献的话 那么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黄飞红形象的重新塑造和产式 黄飞红的英雄性格在徐克的笔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为 他经常处于一种双重境遇之中 他夹在中国人和洋人之间 或许他分不清自己的真正敌人是内奸还是外患 他一方面要反抗列强的领路 另一方面就要提防奸贼的陷害 即便是生死拼争 使尽平生所决 技压群雄 但中国耻辱的近代史最终决定了 黄飞红可以是一个勇夺狮王金牌的勇士 但他却无力挽救满目疮痍的江山设计 国家的命运 民族的历史 与黄飞红个人的英雄性格 已经构成了强烈的反差 片子最后 《狮王争霸》夺冠后的黄飞红 在城楼之下的那段总结之言 既升华了电影主旨 也激荡出一股向上的奋发精神 现在金牌在我黄某的手上 并非我赢了 大人为了大嫌我民身威 而办的这场狮王争霸 优国优民和胸怀天下的志向 通过商业篇呈现 却也显得出神辱化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请点赞 转发给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